《白猫女》 上次我们讲了一部片子 叫《白猫女》 那么这部片子是1964年 根据以前的一个故事片改编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这部 改编成了歌剧和芭蕾舞 与民族舞结合之后 形成1964年上映的电影 《白猫女》之前的这部电影 它是一个故事片 那么它既不是歌剧 也不是芭蕾舞 那么也没有形成后来的那样的 好的艺术表现形式 这个片子就是一个最初的版本 它的拍摄时间是1950年 1950年是我们国家 刚刚解放的第二年 它是在艺术表现形式上 采取了一种叫 以故事片为主 然后结合呢 这个民歌 就是在民歌的方面 可能唱的会唱腔啊 和那个陕北的啊 陕北的那个味道很足 但是没有 但是它经过了一些改良 为了电影的拍摄和这个 因为它是全国普及的 因为当时的那个普及不像今天这样 呃 你说方言也能听得懂 你唱民歌也可以接受 呃 因为今天是在多少年以后 形成的这样一个网络的一个时代 那么很多的信息资源交流比较方便 有些呃 就算是听不懂慢慢的呃 也会习惯了 因为大家都那样拍 你习惯了之后 那些台词也不多 也慢慢的能够听得懂了 所以说呃 今天跟那个以前的这种在语言脚本上 还是在这个台词演义方面 呃 还是有很很大的不同 那么在以前 所以说呃 有些这个比较啊 你是没有办法比的 因为那太早了 半个世纪以前了 对吧 还要多 1950年呢 到现在你看2016年那时候多少年了 那么光就那个时候来讲 这样的呃 片子出现在那个年代 还是非常的好的 那个时候的片子 呃 那部片子啊 我们就说是白毛女这部片子 呃 那个时候它没有太多的 比如说是 呃 呃 在镜头 用用技巧和技法上面 呃 没有那个70年代那么的 呃 灵活自如 但是在摄影 对影片本身的这个 因为它是黑白片 所以它在这个影片本身的摄影 这种技术上 和它的这个 呃 在通过摄影所涵盖的整个的镜头 电影摄影啊 呃 电影摄影师 涵盖的整个的镜头 它是 跟导演的 意识 做到了这个 这个 比较统一的 一种协调性 这种协调性 在电影里产生的这种效果 是非常好的 也就是说 这个片子在当时的1950年 解放的 它仅仅是解放的第二年来讲 它拍摄出这个这样的水种 可以说是导演 无论导演还是摄影 他们的这种意识流和它的这个 整个的用作片子啊 对片子整个的镜头的架构能力 是非常强的 而且影片最终表达的这个意图也出来了 那么最这个片子最好的一点 呃 这个层次来讲的话 它这部片子最好的一点是 把那个呃 人物内心刻画的非常好 还有生活的一些细节 以及当时跟当时的现实相结合的这个层次上 它要比1964年的这个片子要好 那么当然不是说1964年的片子不好 那个片子也很好 但是它注重于艺术形式的表现 比如说芭蕾舞和民族舞 那么但是在1950年的这部片子 它更彻重于电影讲故事本身 更彻重于当时的呃 就是说有点像纪录片的这种形式一样啊 你能够感受到当时的呃 这种人人们生活生产生活的呃 那种真实的状态 所以说呢它夸大的和夸张的呃 呃 形式 应该 不是很大 但是对于这个 影片的魅露呢 形成的张力呢 表达的意图呢 它又有了 也因为当时呃呃 在在当时拍摄的时候 里面也结合了很多的呃 呃 陕北的这个调调民歌 当时也不不仅仅定位是陕北 就是禁察记憋屈呃 这一别的地带 你看那个呃 人物形象方面 他们戴的那个白昂杜手巾啊 什么这实际上 也还是那个呃 呃 以以陕北那一块为主的一个呃 呃 人物生活的习俗 你包括它的地理位置选择呃 呃 呃 黄土高原 呃 那都是在在这个西北 大西北的这个农村的呃 地理结构特征 呃 还有一个就是说到呃 呃 另一个层次方面 就是我们呃 呃 对于它这个呃 人文的这种镜头运动的思考 呃 那么在这个方面呢 它也是比较 也是这个片子的长相 呃 你比方说在摄影方面 有很多的形式感啊 这种形式感对于表达主题的思想 它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好的作用啊 啊 推波助澜的作用 呃 很多片子的都是 因为你内容 它要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表达 形式好不好 就决定了观众 愿不愿意看和你这个呃 呃表现的方法高不高明的问题 那么这个片子显然它这一点非常的杰出啊 啊 呃 呃 呃 这个比如说那个小伙子正在呃 呃 这个写儿被抢走之后 那个小伙子为了表现小伙子这个忧愁 和大家的焦虑呃 呃 这一场戏 你看小伙子在那个井边上 那个呃 呃 呃 摇那个往起摇那个井水 拔井水 对吧 那三个呃 呃 他就站在这个井边上看啊 表现出这个期待 流露出了这个期待的神情 和这个焦虑的眼神 只想听听他一解看他怎么办 一方面呢 表示大家很关注 但是这个小伙子呢 一边还在忙自己的事情 一边呢 也为这个事情操碎了心 那么这一场戏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镜头表达了 因为你 剧本它从文学性 呃 改变成了一个故事的电影 电影的故事性啊 啊 这样来讲嘛 那么它需要经过 呃 很大的这个艺术处理 啊 很大的改动 那么这样的处理在这个电影里面 显然是非常的成功的 这部优秀的作品呢 他通过写儿这个角色的悲惨的命勇和这个杨百老 呃 他的父亲的一个人物啊 在地主跟这个农民阶级给地主阶级做长工 就跟那个卖给他们一样 其实卖给他们还要惨 惨了这个悲惨的人物命勇 通过这样的人物屑所交代了人物所处的话 这个环境和任务 之所以要反抗啊 参加这个红军的这个这一个过程啊 通过这个过程呢 有整个的尝试了 为什么大家就是对地主阶级那么仇恨 为什么我当时的讲到还有一个具体的事情 要成立这个农民要成立农会 是吧 这对后民点燃这个在农村点燃革命火种 产生了地主啊 这个他们的这个剥削压迫 产生了这个自己的那方面 产生了对这个农民的压迫作用啊 产生了这个一定的影响力 因为他他这个农民阶级他起来的反抗的这个 节拍他他是跟着这个压迫的这个力度沉重度走的 所以说那个时候当你这个压迫呃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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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压 他这个势力他到了这个反抗的这个节点上 他就会跳起来对吧 那么在这个节点上我们不难看出 通过我们讲一个情节啊 这个片子里面因为有些情节 是1964年拍的那个白毛女的那个情节里面 所没有的 也是非常好的一些东西 我就讲一下 因为在我们看到在有一个镜头里面就是表述这个 呃 杨白老他们这一个 呃那个 故事发生的在这之前啊 发生的首先是呃 地主家的这个老太太 是吧 哎 老太太就是 呃 问这个帐房 相当于帐房先生的一个角色 啊 还有他儿子当时 老太太的儿子也当时也在场 哎 今年呃 收成怎么样啊 这个年份怎么样 其实他们心里有数的 这一年 呃 下来你心里没数吗 这个贴器怎么样 收成怎么样 他们是故意这样讲一下 对吧 走一个套路啊 套路比较深 走走走一个这样的形式 然后让大家好像觉得 呃 他这样说是对的 因为他他他是怎么讲的呢 他就说 哎 今天这个收成怎么样啊 帐房先生就说了 今天收成不错 你看 这个天风又好 比往年这个打下来的粮食多了 这个哎 老太太就说了 那让他们把这个 以前的窃下的珠子就一起交了吧 实际上我们从电影这个 农营阶级这一边反映过来的情况看 可能 也只要么就是跟以前差不多 而要么就是只好了一点点 但也没有好到 呃 把所有欠下的 在一起还清的这个份上 因为在呃 拍到这个焦梁的这场戏 一个比一个惨 那个在这个杨百老 焦珠子 呃之前呢 还有一个人呃 因为他没有 他还有个血儿可以抵债 因为他没有血儿来抵债 他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人去生活 然后没有办法被他逼的呃 就是跳到井里去了 呃自杀之后 选择了自杀这一条路 那么他们说 为什么啊 大家说不反抗呢 不去揍死他们呢 一方面呢 那出于内心的呃 这种 对吧 多少年来中国老百姓 几千年来的分界社会 那种内心压迫的 对他们 人性的啊 内心压迫的那种恐惧心理 那么更大的一方面是 因为你看这个电影里 里面表现出来的 他们这个 是一种人家 谢太爷啊 也是人家的自己人 是吧 是人家的亲朋好友 家家里人 亲戚 那么人家手里还有枪 啊 你看那个到后来有一个镜头 交代那几个 呃 手下的打手 躲腿子一样的角色 他们手里是有枪的 对于手里有枪的这个 这一幕镜头 他们表现出了束手无策 是吧 不能跟人家硬直干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这个村子里面 还没有成立农会 所以 丝毫没有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还感到 啊 相对于那个人自杀以后 你感到好像杨白老 还可以 因为杨白老 杨白老他这个 没有自杀 但是接下来 发生了一个事情 让你感到 非常的震惊和气愤 因为这个 这个片子里 杨白老回到家 以后 慢慢的给人家 臭猪子的时候 这个人呢 他这个少冬家 看 看上了这个血儿 但是呢 不是真正的看上 就是属于玩 玩了以后 就扔的这么一个心态 所以呢 对于他们老百姓家里 他们是怎么想的 是说哎哟 我这个好像是说 赖蛤蟆变成这个白铁鹅 我是不是要飞升了 什么 老百姓没那样想 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 人家那个时候也讲 就门当户对啊 所以这个 血儿呢 到了他家以后 是什么样的结果 大家心里边已经有底了 所以是不让他们去的 不让他们这个乡亲们 不让血儿去 不答应这个 东西 他也是有原因的 再说这个杨白老也觉得羞于启齿 不好意思 跟小姐们讲 怎么讲呢 强迫人家按了个手印 强迫杨白老 是吧 杨白老这个事情你不好意思拿出来讲嘛 就说我的女儿 我卖给那个什么被逼无奈之下 这叫什么 你到底怎么想的嘛 对吧 你不卖给 你就不卖给嘛 卖给 在那种情况下 他也是羞于启齿 结果呢 杨白老在这种茄丝厚想觉得 这个不是个当人的 不是个做人的 就是说起来我也难以表达 不是个做人的这个样子 不成样子 无论在乡亲面前 还是自己以后在喜儿面前 还有 更何况他们还 还有一方就是喜儿的这个 另一方 那个小伙子 因为他本来是一个 根据一个浪漫 浪漫的这个爱情故事 改变而来的 就是 喜儿的这个 跟他相处对象的 这个 这个年轻的 这个小伙子 他也要面对这一方 所以他左思后想 在 深夜里嘛 觉得 没办法见人 趁喜儿睡着的时候 脱下了自己一件 迷袄 他也自己 你看也没省得穿 被 被压迫得多可怜 然后自己就死在了这个 天地里 死在了外面 那后来第二天 大白天的这个 乡亲们才发现嘛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你看这个 表现的这个张力是非常的强 杨白老他们家的这个 家丁 打手 下来 你切了这个 强迫的啊 强迫的 切喜儿 切了这个 灭掉喜儿这个合同 人家来 要人了 在这个时候 你是家里边人死了 来要人呢 他是喜儿 是当时就唱了这么一出 那么希望这个 乡亲们给做主 你乡亲们 做不了主啊 就是 各家连各家自己人都 保不 保不了 保不好 然后他就去了 呃 被被被被 被这个 拉过去 拉过去呢 后来 的遭遇 大家去看电影 好了 就是解释没法说 那么这种折磨啊 看上去是一个 比如说 呃 这个 在这个 其中有一个女 女管家 女仆人 相对来说是好一点 那么对 对喜儿呢 也是好一点 他希望就是把这个 呃 事情从这个 他少东家的手里 解救出来 变成了 呃 这个老太太的 这个丫鬟之类的 一个角色 但是呢 就算这样 少东家也没有放过他 但是老太太呢 对于这种情况 漠不作声 纵容了这种行为 所以说到后来 你看到的结果就是 他这个喜儿 喜儿最后回用了嘛 回用之后就 把它扔掉 到这个 呃 墨房里面去 啊 那个墨房本来是 驴才去干的 呃 农村里面啊 是那个毛驴才去干的话 然后让他去干就对了 呃 呃 到了之后 人家要 这个确确实实 呃 这个少东家 人家要 呃 大婚的日子 要结婚了 然后 喜儿她自己没有出路 那么人家也 看不上他 然后他就去 呃 把她是 卖给一个 什么样的人 去 要了很多钱 就把这个人去 把这个人给卖掉了 但是 这 这个事情也是 很多人 那呃 呃 比如说 村子里面的其他人 他们是不知道的 那 所以说 这 这 这种情况下 连喜儿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这个事情就 到此 画上了一个句号 就是压迫的力度 到了一个节点上 就这个节点上 喜儿 在没有反抗能力和没有 任何的外援支持的情况下 因为这个时候 呃 他的那个另一半啊 打算原来的结婚对象 也是农村的这个 年轻的小伙子 他去找了这个红军 啊 他已经被逼走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没有任何的情况下 就是选择了逃跑 到了山上的一个洞里面 呃 去生活 那么由此 这个经典的这个 形象 到了影片的 三分之二的 大概的这个位置上 出来了 就是白老女 所以说我们对这部片子 今天重新来看的话 呃 值得反思啊 和深思的这个地方 很多很多 呃 所以说这也是 为什么要和大家分享 这部片子的一个 重要的原因之一 最终呢 这个片子还是以 浪漫的爱情的故事的 手法来收尾 呃 年轻的小伙子 爱慕这个喜儿 以前乡亲们决定 呃 帮着促成这段 婚姻的这个故事呢 画上了句号 因为他是作为 应该看那个剧情表达 应该是作为 呃 红军 红军的其中的一支 改编成了八路 八路军的一支啊 在他们那个地方 来的这一支部队 他应该是在当时 作为一个 歇头部队 或者侦察兵 呃 过来的 因为他过来的是 稍微早一点 并且是拉了一匹白马 在这个故事的 他骑着马 呃 出现的 那一幕 啊 刚出现那一幕 你是不是感觉 很感动啊 很 很唯美的一个画面 这样的出场 对形成的 无论是这种 英雄形象 还是对这个 革命的 者的塑造 以及对于 接下来 喜儿的这种促进 心里面 隐隐约约的 有了一种答案 是吧 就是有了一种 呃 在 在 在内心 自己内心 观众自己内心 情感上 一种波澜的 哎 反馈啊 就是 这样对观众的 这种心理的 这种冲击力 也是蛮大的 所以说 这也是这个片子 我佩服这个导演的 呃 很大的一点 那么他擅长于 讲故事 用电影的镜头来 抓住观众的心 那么 从这个时候开始呃 从这个情节开始 他的这个呃 波澜起伏就发生了 这个故事情节啊 故事也随着这个波澜 这个 这一出 这一这一波波澜吧 呵呵 产生了这个大的变化 哎 他 呃 通过 抗日 呃 通过跟这个地主恶霸的斗争 啊 通过后 后面大部队的来临 那么接下来他 剩余出时间来 开始找这个 隐藏在 山上的啊 被逼无奈 隐藏在山上的这个喜儿 然后呢 呃 当时的这个喜儿 已经不成样子 这个 这个因为在舞台剧上 他是没有办法去表现 那么但是在呃 电影 这部电影里面 所以那个电影 演员也比较 当时演员也比较苦啊 那个都是在野外 野外拍的 山洞里面 包括那个 芦苇 丛中 河边 这些地方都有 啊 那么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 当时的白茅蝎菇 就是这个白茅蝎菇 本来是这个 呃 金茶几别区的一带的流行的传说 那么实际上 呃 呃 他是在三神庙里面去搞一点瓜果啊 他们人家的在庙里面的供品去吃一下 这样能解决一些 他能这个 这个活下来的基本的一些 可能是比如说 呃 营养啊 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呃 勉强维持着生命 头发 皮肤 跟跟这个衣服 既破破烂烂 解决不像人的样子 然后又是一片白 因为不见阳光嘛 就是 那那那那那那那 那个人就会 勉强的活着就会 啊 变成了另一种 像另一种动物一样的 就是 就是已经 啊 就是现在的话说有点像变异一样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呢 非常的可怜 然后到了这个 呃 呃 小伙子上山来去找他的时候 那么 认不出他来 啊 一直在追着他跑 他也在一直跑 这一幕是跟六四年的那个片子 呃 拍摄的这个芭蕾舞 的这个片子倒是 情节上倒是蛮相似的啊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这个追逐的这 这场戏比较好 因为都是 不相识嘛 啊 不认识了 曾经多么熟悉 忽然就变成了陌生人 啊 直到后来 呃 终于 喊了彼此的名字 啊 呃 认彼此相识 以至于到后来 他在这个对地主恶霸的这个 接下来的斗争当中 啊 群众的这个 这个诉苦大会一样的 呃 那场这个会议当中 他是最有权力说话 最有权力去批判地主恶霸的这么一样的一个人 啊 所以说在今天我们一定要呃 呃 重新 对对对重新呃 重新看起这部片子的时候 一定要呃 把握住他的这个人物的时代背景啊 和为什么呃 产生了那样的阶级和斗争 我没有想到这部片子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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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